视频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做视频呢,我觉得在手机拍照方面呢 其实我认为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如果你是想拍非常好的照片的话呢 你可以去选购3000元左右的单反或者是微单呢 都有非常不素的呈现表现 比手机好太多了 毕竟抵达一击压死人 手机的那颗CMOS大家知道有多小吗 所以说呢,大家其实就不要太在意 手机的拍照成像体验了 其次就是说,有人说这些屏幕啊 当当当当当的这些问题 其实呢,除非你买非常高端的手机 像苹果iPhone X啊 或者是iPhone 8,iPhone 8 Plus 又或者是三星的Note 8等等一些起点机 像国产的就是千元级别的 屏幕搭机是不能要求太好了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上下插的也很少 再就是因为我附近也没有什么比较可以和它进行真正比较适合对比的屏幕 所以说呢 我在我这个体验环境呢 不会跟大家讲 比如说它的成像和它的屏幕表现是如何 仅仅就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这款手机的日常使用体验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从它的这个外观说起呢 其实从两年前就开始比较兴起的这个三段式结构啊 塑料然后金属 这块金属呢 是代表是它的这个天线的一个信号啊 这个仅仅属于一个隔断断开啊 并不是所谓的天线溢出啊 外观来讲的话 我这次选择黑色没有选择其他那么骚气的颜色啊 因为我觉得千元级其实哎呀 显骚气的颜色 那么亮拿出去其实也并不是很好看啊 当然了它还是采用了这个双色双色温的闪光灯 那么双色温的闪光灯呢就是让你这个闪光的这个效果会更好看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啊 我这闪光灯从来就没用过 因为你用闪光灯拍照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啊 所以说外观来讲的话呢 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讲的点 唯一一个啊 也是它的主要卖点啊 就是它的一块1080x2160的一块 所谓的全面屏啊 当然了它的屏占比呢 受制于成本限制 并不会像小米mix啊mix2那些啊 那么惊艳 但是呢 在全面屏的就所谓的千元级的全面屏阵营来讲的话呢 呃 是差不多是和锤子是差不多的一个梯队的啊 基本上现在都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样子啊 所有的使用体呢 很多人说它就基于跑分啊 那它跑分怎么样呢 我大概使用了啊 一个月左右啊 这也是正常使用啊 一个月以后的跑分 而你如果是新机用来就是你刚买的新机用来跑分的话啊 不 它就当时呢就没有任何硬件老化或者系统占用 而你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再进行跑分呢 更可以体现出你的这个日常使用体验是怎样的 那么我购买的呢 算是它的中高配了吧 它是64加64G的版本 大概使用一个月以后呢 跑分是在 新版的安兔兔啊 跑分是在78,115分左右 那么这个分数怎么样呢 其实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 对于625来讲的话是中规中矩 稍微对于这块调校呢 还是啊 没并没有开放更多的一些啊 性能的权限的感觉 在这种使用体验过程中呢 这款手机呢 其实给我很多的一些啊 我觉得哦 这款手机居然在1199的这个价位呢 有给我带来了 感觉带来了2000 甚至是3000元手机的一种感觉 首先呢 其实说一个点啊 大家很很少人会去在意这个点 那么就是天气软件 那么天气软件 如果大家使用魅族的话 也知道 大家出国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魅族的天气呢 是无法定位的 是因为魅族 它仅仅是只有使用的是国内的 所谓的国内的天气软件 而小米像这种啊 很多厂商像三星之类的呢 它采用的是这种啊 就是可以搜到很多国际地方 虽然呢 它只是定位到了我的线 但是呢 也比魅族根本定位不到美国 强很多很多 当然这就是一些巧思 巧思吧 大家看到 屏幕的这个位置呢 是微弯的 那么这个呢 有什么好 这个好处是 就是说 它和你的很多应用 像米歪的应用呢 它全都是这种啊 圆角矩形的应用 那么 整体的看起来呢 就是比较的协调啊 包括你在开启的时候呢 所有应用呢 都对这个东西稍微弯一下 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包括你退出以后呢 全都很多米歪的一些 右歪的一种交互设置呢 就是这种稍微在边框呢 稍微有一点的弯曲幅度的啊 那么这个点呢 其实也很少人有会在注意这些问题 因为更多的人看评测视频 只是看它的 打游戏 帧率啊 等等等等 OK 那么我们接着说回来啊 这块整整体来讲 米歪呢 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我认为啊 目前来讲是最好的操作系统了 那么 它虽然说 还有很多的广告 但是呢 很多大部分的广告呢 是可以消除的 而且你也可以刷国际版 但是呢 有一个 可能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原因啊 在我想给它刷这个 所谓的国际版的时候呢 它需要我进行这个所谓的解锁 但是呢 我进行所谓的添加我的账户的时候呢 它永远给我显示 无法连接网络 那当然了 可能是因为我在国外IP地址啊 等等等等 其他的问题 这另当别论 但是呢 我没有体验到国际版系统 这款手机呢 我直接下定论 它可以满足你日常使用的所有需求 比如说你想打个所谓的吃鸡 啊 或者是网友荣耀 啊 各种魔法游戏 各种手游 它都完全可以上任 那么 这款手机呢 虽然它的625调教并不是那么激进 但是呢 呃 因为625的使用广泛非常多 很多手机都搭载了骁龙625 包括了连妹族的 Mainland 6也搭载了骁龙625 而不 这些买这些机型的人 更多是年轻人 而这些年轻人肯定是玩游戏 所以说呢 游戏厂商它也不傻 也肯定会为这些 啊 是625芯片的一些 啊 手机的进行特别优化 所以说625目前来讲 2018年啊 我敢说2018年啊 骁龙625是不会淘汰的 就是说2018年 而且你如果买骁龙625的手机 至少能用一整年啊 OK 那么MIUI呢 其实在我日常使用的体验过程中啊 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臃肿了 就是因为它的功能啊 非常的多 它不停的在做加法 导致就加的已经 但是呢 加的确实是有些多了 像这个iphone的目前来讲 也开始准备做这个减法了啊 而MIUI呢 目前来讲呃 在MIUI10呢 也是这个根据那些外部透露呢 MIUI10也是要开始做减法了 所以说呢 我们更期待以后的MIUI10吧 那么MIUI9呢 用起来呢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什么问题啊 我用的也是稳定版 日常使用体验应用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开个独流淘宝啊 打开速度呢 确实是 当然我这是在后台啊 已经打开过一遍了 能启动啊 也是毕竟是独流淘宝嘛 所以说呢 不管在你使用的时候呢 还都会三不一卡小不一顿的 没办法 连我的iphone都不能幸免啊 流畅使用啊 是吧 那么这里边跟大家说一下啊 粉丝过6888啊 就有这个的啊 视频啊 大家懂的 其实打开淘宝 就是为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6888 大家看老铁们关注起来走一步啊 微博呢 用起来呢也非常好 我同样的也使用的是 并没有使用国际版的微博 而使用的是这个国内版的啊 我整体用下来呢 不会卡顿 而且呢 大家看到 其实整个微博的对于这块 全面屏almost这个 适配呢 还是蛮不错的 并没有所谓的像 iPhone刚刚发布的时候啊 这边大黑边啊 不存在 毕竟其实它的屏颤比 也不是非常高啊 视频方面呢 这个哔哩哔哩什么的啊 看的都都不错啊 用起来呢也不会出现什么卡顿 你如果是一个特别喜欢刷具的啊 这块6英寸的屏幕也能满足你啊 刷翻的一些需求了 当然了 我并不是写并不是那种爱刷翻的人啊 毕竟我又不是死飞宅啊 当然不是死飞宅开个玩笑 那么这款手机呢 那么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些啊 整体的使用体验 那么我很难展示这些东西 真的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些体系使用体验 那么雷军呢 这一次呢也是啊 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讲了 所以说呢 他把所谓的附送的保护的保护壳 也作为了他日式他的这个宣传卖点了 那么这个保护壳用起来呢 其实也是沾油大法好啊 我我不是绝世吗 所以说这边呢全是油啊 包括他的这个金属机身也是也是挺挺比较有沾油那种有无渍的感觉啊 他的充电口啊 还是这个macro usb啊 我想到哪说呢 macro usb 那么macro usb的话呢 我不能说他就是不好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还是很多手机 他搭载是macro usb 当然type c是趋势 这款手机呢 虽然他给你标配的是五伏一安的充电 还是五伏两安 总之不是快充头 但是呢你可以使用比如说qc3.0的 这个充电头呢 应该是可以进行这个18瓦的快充 在你进行快充的时候呢 在这个位置 在你锁屏 比如说这个位置呢 会显示一个高通的一个快充的一个标志啊 但虽然不支持最快的快充的 但是呢基本的一个快充还是足够的 那么如果我使用快充头进行对这款手机进行充电的话呢 我一般不会用到0%啊 因为我的日常体验 我基本上我是这种电量一低啊 就受不了一般撑死啊 是百分之三十几啊 基本上插上去以后一个两小时就八十几了 我基本上就可以接着用了 因为他有大电池 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他的续航问题 只要你睡觉之前呢 充上电啊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三大金刚按键缩进去了 是好是坏呢 我直接跟大家说 这是我用过的啊 最舒服的三大金刚按键缩进去的机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其他的三大金刚按键啊 可能是因为他屏幕会比较宽一些 所以说呢三个按键隔的距离非常远 而这个呢 他非常照顾了你的手 比如说我的手这么拿了以后呢 三个按键都能非常好的够的 都能够得着啊 比较小而且呢 比较扣扣在一起 而像索尼什么的 这个返回键在这儿 这个在这儿 这个在这儿啊 返回键在这儿 这个在这儿 就感觉我每次如果平一大的话 我要把手机挪过来啊 进行操作 而这个呢 我一只手呢 就可以把三个按键全部啊 操作好 所以说呢 在国产应用啊 国产系统啊 MIUI系统呢 在这些啊 细节点上啊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OK 那么这个手机呢 实用体验就是这样子 我确实是这款手机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原本不想做这期视频了 但是呢 我觉得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款手机的使用体验吧 呃 值不值得购买 其实如果说 放在1199这个价位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购买了 当然大家可以考虑 红米Note4X 同样的性能啊 只是屏占比有一些区别 它还是Note系列啊 其实 红米5plus呢 定位比较尴尬 因为它并不属于Note系列 Note呢 还是属于稍微高端一点系列 当然了 红米Note5也马上就要发布了 所以说大家是要等一等的 还是现在入手这个 红米5plus 好了 那么这款手机呢 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购买 那么更多视频呢 请关注TechnologyBBA的订阅账号 也可以加屏幕这个位置的群号 和我们的交朋友们一起玩耍 同时呢 大家刚刚越来看 也看到了淘宝的那个 对吧 那么粉丝过6888 是吧 女装大佬来一波 是吧 OK 那么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